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应该避免搭乘邮旅行 所以如果你已经定了这个cruise方面的计划 现在考虑一下要换一个方式了 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多为注意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在进来你还没有打疫苗 而现在想要希望能够赶快 看看是不是应该要接种疫苗的话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么别忘了你可以直接到美服药局 不论是现在的COVID疫苗 或者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的在现在流感季节的流感疫苗 你可以直接walk in 不需要预约走进去就可以 都可以在这边接种 281 506 2453 281 506 2453 朋友们请你直接和他们联系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现在美国的卫生专家已经警告 Omicron这一个新的变异株 它的疫情引发的感染人数创下新高 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各个的生活层面 所以呢这个要让生活能够再恢复到原来 我们习惯的正常运转的模式 那么朋友们要有点耐心 有点耐心 应该要做好一个专家说叫做长期抗战了 这是大伙都不愿意听到 不愿意看到的 可是好像没有太大的选择 我们只好不能以不变以万变 而是希望能够做好准备 接受改变 能够顺利通过 好接着再来看到呢 在科罗拉多州 因为强风助长的马希尔大伙 昨天烧毁了最少500间的民宅 最少6个人受伤送到医院 以及超过了3万的居民必须要撤离 在科罗拉多州的州长也宣布 科罗拉多进入了紧急状态 初步的报告则显示 这个地区的电缆线和变电箱 遭到强风吹倒 产生火花 引燃了大火 接着在国际方面呢 看到英国已经批准了 Pfizer就是辉瑞药厂所研发的 COVID-19的口服药 它可以用于18岁以上 病情恶化风险高的轻度和中度 症状的病患 而在昨天公布的英国政府数据 则显示 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 还创下了一个新高记录 英国的药物和保健产品管理局 在今天说 根据资料 染上COVID-19初期 就服用辉瑞药物 这个是Paxlovid最为有效 因此建议在出现症状的最初五天内 服用这种由辉瑞所提供的 这个口服药 好 接着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英国的卫生安全局 也有最新的分析 新冠疫苗对于新变种病毒 Omicron的效果是比较差 但是加强针还是提供最佳的重症住院的预防效果 在分析中说呢 疫苗对于预防住院的有效性 在打完第一针之后 大约是52% 打完第二针 两到24周是72% 超过25周又降为52% 而接种完加强针 就是第三针了 两个礼拜之后 这个抵抗力可飙高到88% 所以也因为英国的这一个 卫生安全局的研究 它的分析 所以呢 在各国政府 还是强力的建议 自家民众要去接种加强针 好 我们在新闻方面呢 看一下在这个年底了 12月31号了 我们看一下在现在 全球十大富豪 在2021年 这个总财富来个回顾一下吧 增加超过4000亿美金啊 这个可以看得到 全球前十大富豪身家 都超过了1000亿美元 根据在亿万富翁的指数 这些人的总资产 去年一年暴增了 4021.7亿美金 全球首富 那当然是特斯拉的执行长 马斯克了 那么在去年的话 这个加密货币动荡的蛮大的 而且呢 这个是往上升啊 虽然往下跌 也跌的惨 但是呢 跌完了之后 往上跳呢 就是三级跳 六级跳 就往上跳的飞快的 传统基金的金融的助攻下 在2021年Bitcoins 它的价位创记录新高 但是加密货币专家 是难以预测波动剧烈的 加密货币 在明年2022年 到底结果如何呢 2020年12月 到2021年4月 就这四个五个月中啊 比特币的价格飙涨两倍多 来到了6万美元 但是比特币在近期走势 似乎稍微的缓了缓 降了降 进入新的一年之际 价格失手5万美元的关卡 2021年 比特币攀涨 也碰到了华尔街 对加密货币的兴趣增加 加密货币交易所 在四月份上市 也带动了比特币的价格 往上创下记录 在十月份呢 比特币价格突破了 6万6千美元 另外呢 在电动车大厂 特斯拉的执行长 也是创办人马斯克 他也在推特发表 关于加密货币的争议性的推文 左右 几乎真的是左右了 这一个比特币的涨和跌 可以看得出来 马斯克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好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物价还是在往上涨 并没有掉下来 而对于基本的家具 我们不说高档家具 一般平民 这个一般的普通家具 就像IKEA 他们这一个是世界最大家具品牌 宜家家具 现在呢 他的公司说 因为运输和原物料成本上涨 现在他们得要把这一个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预期这样子的情形 还会持续下去一段时间 所以提醒朋友们 花钱的时候不能够 不能够手软 千万不能手软 要紧一点了 好的这就是带给大家 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也是2021年12月31号 12月的最后一天 2021年的最后一天的五件新闻 在这儿由胡美健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也谢谢大家收听 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在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